学习一下,虽然说我并不准备打F鬼 但是多看看厉害的F鬼怎么打,你知道碰到他该怎么打呀 F鬼 太伤眼睛 对面空军牛仔先知,他搬了一手佣兵应该是 上来找到了机械 但是空军跟那个机械的屁股比较像 火拉没拉中,过来 下一个火由于是围绕的,而且是一个固定轨迹的 控制好时间的话应该是能拉中,就看空军这把枪怎么交了 拉,拉中 交枪可能可以转,但是第2个火已经跟上10秒钟的时间 对吧,你有枪我也有枪,我要把你都架住,我要躲你枪,先知鸟顶上 打一刀 感觉依然走不了,因为这边的火已经好了,围过去 选2秒钟,2,1,准备一拉,直接倒地 哎哟 这个火不太能躲,关键是 这种火就很难有机会躲 牛仔来了,宰哥 宰哥现在被两朵火包围 找机会 被拉,没拉中,差一点点 被插着眼看一手,空军在那边爬 爬这个距离不太够 想要挣脱下来就不太够了 只能是寄希望于宰哥能把他勾下来了 秒勾,没勾到了,这太快了 这太快了 这个救人就成了大问题 宰哥这边还被勾了,还被打了一下 对不对 所以说为什么刚才我那把前锋碰到了爱哭鬼 对我说我塞不动 就是这个原因,爱哭鬼不跟你讲道理的 哪里给讲道理的 你看这就是火也好了 你只要能看见他,一拉就是能拉中的 这边机械师来救 还行,卡一手,救下来,打一刀 空军没机会交枪 宰哥半血保不了 这里再拉一个机械师 看他 看他 再瞄 再瞄 找机会 拉 甩 就是 现在就是这个火是什么一个 状态的 就是屠夫看得到你 你看不到屠夫 刚才那个位置 机械师以为自己安全了 躲在了 小房里面 而且雷心跳里没有了 其实屠夫在远远的看着你 对吧 在那边瞅着你呢 对吧 应该是 大概就死杀了 从开局来看 就 就没有太多机会 牛仔遛不动 鬼火跟上 勾一块板子 找机会 拉 直接倒地 谢谢说娃娃先来捞一波 可惜这个鞋头没有做好 毕竟不是开黑的 这边再把 牛仔挂上 可以挂到 手也太瘾了 打得无比的流畅 然后这时候可以对吧看 外面只要有紫色圈就知道球者在哪里了 一拉 踢过来一刀 哎呦我的妈呀 这个拉的是一个那个自由的火 叫野火 对吧 紫色的那个呢 家养火 那会跟着人 对吧 是养 养着的 好 好来看家养火这边转圈 在苗 你看 求生者可能都不知道这个 屠夫在苗着他 幸好这边的火是消了 先知把人给偷下来 但怎么说呢 这家养火绕着 看得太清楚了 看见人就拉 拉了一朵野火 两朵火离得太近 我估计他应该是拉错了 问题都不大 问题都不大 这时候看这个紫色的火就知道这个牛仔的一个位置 所以他的防守也是可以就是在一些比较狭小的空间当中可以通过火来判断求者的位置 这边先知带着两朵火过来了 这是两朵 插个眼看清你仙珠的位置 看清我的位置 这边消了一朵 第二朵 找机会 秒好 来 一拉直接倒地 完成死伤 一点都不脱泥带水 行云流水般的死伤 当然也是这个屠夫现在 穷人者可能还没找到应对的方法 你要像我们 从上帝视角看 其实也看不出穷人者有什么机会 就是他只要火拉的准 你躲的话 没有太多机会可以躲 就看后面 当这个爱哭鬼如果说真的进入到比赛服以后看一下职业选手 如何应对 然后我们再来学习